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出现上香时出现被香火烫了或香火无故熄灭了 出现这种情况 遇是你即将会发生或有倒霉的事情出现 需谨慎处置 不然会引起足以让你终身后悔不及的事情 那么出现上香时被香火烫到或无故熄灭了 这种情况会有哪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呢 又该如何化解呢 一 业障线前拦路 这点是说烧香人自身有很繁琐的业障关口拦路线前 单凭烧香是无法化解的 建议烧香人不光要发心忏悔改正 还要尽快去找信得过的师傅 详细查看化解为家 不宜拖延推迟 而是到了该面对解决的时候 到了取舍的时候 二 灵体邪物缠身 这点是说烧香人自身被脏东西缠身附体 且这路邪碎能量还很强大 可以自由进出道观 寺庙大殿不是一般人可以处理的了的 同理也可以看出烧香人自身很重缘分 很特殊 不然是不会招惹到这么强大的邪碎 还可烧香的 三 疏忽打点纰漏 这点是说烧香人进入道观 寺庙之后有忘记的事情没有去做 或是许愿未还愿 或是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龙天护法提醒当事人一下 烧香人被烫之后 想起来了都应尽快去做去弥补 实在做不到直接就地忏悔即可 四 冒犯冲撞眼罩 这点是说烧香人说了不该说的话 犯了忌讳 直接在香火上给当事人戴个眼罩 提醒烧香人注意一下 下不为例 这种情况多出现在 在寺庙内盲目地痴迷迷信误导他人 害人立即争强出头 炫耀自身修行 违背正统教义的 五 所求知事难成 这点就是说 烧香人所求的事情 神佛无法帮忙 直接拒绝之意 或是所求知事 不着边际 痴心妄想 或是所求知事 损人利己 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这种愿望神佛都不会满足 被烫伤的地方 也会揪心地疼 如何化解呢 一 吃素戒杀 吃素是断杀戒杀的开始 从此不再制造新的冤亲债主 避免各种疾病灾难蔓延 建立一种全新的健康生活 二 诵经宵夜 每天念诵金刚经 在佛力的加持下 使读诵者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 历代宗亲得到超拔 业障逐渐消除 身心 家庭 事业等相应得到改善 三 忏悔解怨 一 礼佛大忏悔闻忏悔 在佛前鼎礼108次 真诚其请88尊佛慈悲加持 致诚忏悔过去所造罪业 发愿断恶行善 从心中消除罪障 四 放生还债 放生就是还债 还累生累世以来无数的杀债 还杀债最快的方法就是放生 人类遭受疾病 各种灾难 诸多不顺大多 都是杀业所致 放生可以培养慈悲心 彻底断掉杀生习气 五 行善基福 每日起心动念 要为别人着想 起一善念 这是心行一善 每日言谈举止中 说一句有意的好话 这是口行一善 每日身体例行中 做一件有意别人 有意社会的事 无论大小 这是身行一善 日积月累 身口意逐渐趋于纯善 这就是我们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的善根福的因缘滋量 六 念佛成佛 修行的目的是成佛 在每天的生活中 心想佛 耳听佛 口念佛 甚至将佛号 带进呼吸中 以此段望面 得定慧 早日猛西方三圣 接引成佛 靠世间的善事 就是要行善积德 行善积德 首先要做到孝顺父母 所谓摆善孝为先 一个孝顺父母的人 就有善神保护 冤家债主不敢来报复他 还有就是常作不失 心存善意为他人设想 这样也会有善神保护 不过这不是根本解决之道 冤家债主 只是暂时不敢来报复 但经过几次投胎转世 如果不行善积德 没有了福报 就没有善神保护 俗世的冤家债主 就会利用机会来报复 累积佛门中的功德 学佛人若是皈依受戒 自然也有善神保护 但这还不究竟 还要他自己诚心忏悔过去的业障 学佛的人都知道有善恶报应 有种种业障 而学佛的初步 都会先忏悔自己的业障 甚至诵经 拜颤 持咒 念佛 这样不仅化解冤灭 广积福报 这就是佛法中的功德 感恩你的观看 此文若有谬误 我皆忏悔 此文若有功德 普皆会相 愿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 都能离苦得乐 萧三丈诸烦恼 得智慧真明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 请您关注佛语 或留下宝贵建议 别忘了把佛语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一起见证光明